近日八沙子战业刷兵不断 三分之二的明星环境一堂 很多人都暴露了人体体上兵 众多明星就说占位置 咋占也是一个问题啊 谁占前谁占后 其中张少海和姚晨就被说抢占位 但实际上都是被推过来的 张少海没有被骂 倒是姚晨被骂惨了 姚晨剃头散发刚好转头 他的头发不小心打在杨幂脸上了 姚晨的头发打点杨幂 有点疼痼的了情 不知道是不是姚晨不知道还是啥的 并没有向杨幂道歉 杨幂站在那里不撑 杨幂似乎有点不高兴了 姚晨装作什么事都没有 网友表示姚晨人比差 如果不知道还好 知道的情况下 得向杨幂道歉 姚晨咋这样站呢 估计姚晨没地方站了 不知道往哪站 姚晨把李冰冰给挤在旁边了 他秘密有点不开心啊 人一个位置要攻心动脚 杨幂害羞了不敢过去 估计听见不爽 不想和他们取位置 范并并见状直接拉杨幂的手过来 这个启动 范并并获得观众点赞 缓起了杨幂的尴尬 又为自己缺粉 杨幂的粉丝们纷纷为范并并点赞 人品不错 杨幂貌似开心 杨幂范并并死比下在聊啥呢 看来两人死比下短期还是不错的